弟兄姐妹 早安 今天是母亲节 母亲们 母亲节快乐 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祝天底下所有做母亲的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我们就要讲母亲的故事 通常我们讲 一个母亲 或者某个母亲做了什么 那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讲母亲的故事 我们讲神做了什么 这位母亲如何回应神的作为 那我们的题目是 一个伟大的母亲 一个人是否伟大 不在于她做了什么 而在于她是否彰显神的伟大 那我们今天讲的 这位母亲 就是圣经所记载的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让我们从经文里面来看 她如何回应神的作为 来彰显神的伟大 这个我们要分享的第一点是 接受神恩典的人 那首先神的恩典就临到了 那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是天使向玛利亚显现 我们一起来念 到一个童女那里 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 名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恩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说蒙大恩的女子 什么是这个大恩 就是主和你同在了 主和人同在 这就是大恩 那这样的恩典 仅仅是赐给玛利亚的吗 新约圣经里面 有两处经文 记载这样的大恩 或者说蒙大恩 第一处就是 我们这里面看到 路加福音这边说 蒙大恩的女子 主和你同在了 那另外一处是 在以弗所书那个地方是说 是她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或者说这大恩 是她在爱之里 所赐给我们的 所以主和人同在的恩典 不仅仅是赐给玛利亚的 而是赐给所有在爱之里的人 主和人同在的恩典 原来就是指向主耶稣的救赎 因为在以弗所书那地方 告诉我们说 我们借着爱之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 圣灵为应激 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所以这个大恩不仅仅是赐给玛利亚的 而是赐给所有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因着相信 而赐给所有的人 这个相信 因着相信了以后 就有圣灵的同在 所以这个大恩 你我今天已经相信主的人 也有圣灵的同在 就有主与人同在的恩典 我们面对这样的大恩 是重要的如何来回应 我们来看玛利亚 她是如何回应的 我们说要恩典领导 要接受这样的恩典 但有的时候 接受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来看 接下来的经文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 这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你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 她要伟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 主大位的位给她 她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她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在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 因你所要 生的圣者 必成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 伊丽莎伯 在你老的时候 也怀了难胎 那树来成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 不带能力的 面对神的恩典 领导 要接受 有的时候不容易 因为天使宣告说 你要怀孕生子 那玛利亚为什么接受起来不容易呢 我没有出嫁 怎有这事呢 经文里面我们看到 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人了 但还没有完婚呢 突然怀孕了 自己会被 未婚夫修掉 不说 家人也会吐气你的 甚至会被众人用石头打死的 整个家族都要蒙羞的 因为对于玛利亚来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要从圣灵感应这个 心意 这个恩典 对于玛利亚来说 他要接受这个恩典 他必须 要有一个 完全相信神的心 他必须坚定地相信 神的一念 高过人的一念 同时 他要为主 放下自己的一念 其实你和我当中 真正信主的 也是这样 要为主 先放下自己的心 是一念 所以他要相信神的一念 高过人的一念 他要相信神的能力 超过人的想象的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超过我们的理性了 而且他必须要相信 神的恩典一定美善 你才会接受这样的恩典 你才能够相信 神的恩典 是美善的一定成就 所以玛利亚是这么来回答的 他说我是主的师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所以玛利亚面对 未知的艰难 困难和挑战 她愿意为主所使用 成为见证神恩典的器皿 因为他有一个完全信靠神的心 因为他心中敬畏神 经文本身就告诉我们 为什么 因为后面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他有敬畏神的心 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 同时玛利亚对神的认识 是很深很深的 因为他知道 神怜悯敬畏她的人 经文是这样子说的 他怜悯敬畏她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这是玛利亚发出的赞美 他知道 而且玛利亚知道 神对以色列民的应许 是源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他说他扶持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是怜悯之道永远 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所以他知道神是施恩怜悯的 知道怜悯敬畏他的人 而且他对神的应许的应许 他有期待的 他知道对以色列民的应许 其实是源自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他知道这一位神 最后要施恩典联名 彰显在自己所拣选的 自民身上 在这地方 我们要有一点点的反思 我们要反思的是什么呢 其实经历神恩典的人 或者说参与神恩典的人 经历神的恩典和大能的人 很多 例如神拯救以色列民 出埃及的时候 过红海 以色列人都经历了 耶稣施行五禀二于神迹的时候 有经历的人超过五千人 我们要思想的 但是以信心回应神 跟随神的人 愿意献上自己 成为彰显神恩典器皿的人 不多 为什么 原因 因为许多人只想要 从神来的好处 不想要神 只想要从神来的好处 不想要神 这就不是以信心回应神 所以主耶稣对那些 因着五禀二于来找他的人说 你们找我 乃是因吃禀得饱而已 神要人回应 是要来信靠他 出埃及的以色列民 后来倒在旷野里面 因为他们不信 没有进入神真正的安息 所以唯有 以信心回应神的人 才能够进入神 完全的同在当中 这个是我们要反思的 那我们继续来看 玛利亚怎么样子 来回应神 她思想神的心意 她是一个思想神心意的人 我们在刚才的经文就看到 天使进去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 玛利亚因这个话就很惊慌 就反复思想 这问安是什么意思 所以从玛利亚的举动里面 我们看到虽然惊慌 但反复思想 因为她有一个可慕神 可慕明白神心意的心 所以她想明白 神借着天使这个话 到底要显明 神的心意是什么 那接着我们还要去看一段经文 是天使向牧羊人显现 后来又来看玛利亚 看玛利亚怎么回应 她是思想神心意 说有主的使者站在 他们就是牧羊人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消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握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他们既忙去了 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 又有那婴孩握在马槽里 既然看见 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 凡听见的就差异 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 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 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所以当天使把这孩子的话 就是所生的主是基督的时候 听见的人 听见的人很多 当时在那个我们说旅馆里面 就差异 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 只是差异一下而已了 但是玛利亚 作者在这个地方 特别说 却把这一切的事 放在心里面 反复思想 他反复思想 表明什么 他期待明白这些事情的意义 而且 反复思想 记在心里 表明玛利亚是一个感恩的人 虽然当时这件事情 他不明白 但是他反复思想 期待 明白神的心意 同时他相信 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都有他的意义 都有他的美意 否则你反复思想 就是毫无意义的 你要明白 你要相信 神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有他的美意 他反复思想 也是来印证和自己 心中的期待是否一致 如果你不相信 这件事情 神有美意 你反复思想 干什么 所以我们相信 今天你和我 凡事也要反复思想 因为我们相信 万事互相效率 叫爱神的人 的益处 所以玛利亚是相信 一切的事情 神都有他的美意 那接下去 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 那是耶稣 十二岁的时候 借着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 玛利亚是一个 怎样的回应的 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上 耶路撒冷去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 指耶稣 他们按着 节旗的规矩上去 收满了节旗 他们回去 孩童耶稣 仍旧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 走了一天的路程 就在亲族和熟视的人中找他 既然找不着 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过了三天 就遇见他在店里面 坐在教室的中间 一面听 一面问 凡听见他的 都稀奇 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他父母看见 就很稀奇 他母亲对他说 我儿 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 看哪 你父亲和我 伤心来找你 主耶稣怎么回答的 耶稣说 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他所说的这话 他们不明白 他就同他们下去 回到纳瑟勒 并且顺从他们 那接下去 玛利亚的回应是说 他母亲 把这一切的事 都存在心里 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 因为对于主耶稣说 岂不知我应当 以我的父为念 当时玛利亚不明白 但他存在心里面 所以他想 不仅仅是从 这个是儿子的角度 儿子耶稣的角度 来看耶稣所说所做的 他要从 耶稣是主 是救主 基督的角度 来明白 耶稣到底什么心意啊 所以他思想的是 这个孩童耶稣 他就是主 他是救主 他说这些话 他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这事 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 都存在心里 当时不明白 但是 渐渐他就明白了 我们弟兄姐妹 也要有反思的 你和我 常常把神的话 放在心中 反复思想 我最近参加一个小组说 这个他有个弟兄说 哎呀 我真的要 这个悔改 他说我读经之识 为了打卡 神的话要反复思想 而且经历神的恩典以后 你要反复思想 这个经历 神要告诉你什么事 你只有反复思想 你才明白神的心意 你才遵行神的心意 那我们是分享第二点 玛利亚是思想神心意的人 我们说 他也是体贴神心意的人 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 他如何体贴神的心意 这里方 说耶稣的母亲 和他的弟兄来了 因为人多 不得到他跟前 有人告诉他说 你母亲和你弟兄 站在外面 要见你 耶稣回答说 听了 神之道 而尊心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我的弟兄了 如果你是他的母亲 你是他的弟兄 你怎么想 说 听了 神之道 而尊心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我的弟兄了 那 在另外一处的经文 对应的是说 耶稣指着那群门徒说 看哪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遵行天父之一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如果你是他的母亲 他的弟兄 怎么想 耶稣的意思是这样的 任何人与耶稣作为救主 主基督的关系 不是靠在地上的血缘亲属的关系 所决定的 不是在地上跟他 有母亲 或者是兄弟 或者是姨妈 这样的关系决定的 只有回应神的呼召 相信并遵行的人 就与主耶稣自己 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当中 让我们看到 人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 门徒与主的关系 超越 其他的关系 因为这个是最为重要 最为优先的 因为如果一个人 不能信靠跟随主耶稣 成为门徒 其他的关系都是短暂的 也与神的国度没有关系 所以主耶稣在这地方说 听了神之道 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我的弟兄了 对于 这些 耶稣的弟弟们 妹妹们 听了这个话呢 还比较好接受 那四个弟弟啊 比较好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犹太人的律法 神的律法 就是要求 把其他的人 当作弟兄姐妹 当作兄弟一样 但是对于 耶稣的母亲来说 要接受还真不容易 因为要把母亲与儿子的关系 放在门徒与主的关系之下 因为如果不是门徒的话 主耶稣在另外一处 是这样说的 当有人说 怀你胎的 如养你的 有福了 耶稣说 是 却还不如 听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 有福 怀你胎 如养你的 当然就是 子玛利亚了 耶稣的母亲 耶稣说 却不如 听了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 有福 所以 对于玛利亚来说 她如果不体贴 这是主耶稣的心意 她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玛利亚 是完全接受了 我们如何知道 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记载 玛利亚有任何的抱怨 反过来她那几个弟弟 因为不理解 耶稣当时的行为 还不信的时候 就有怨言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玛利亚体贴 主耶稣的心意 玛利亚体贴 主耶稣的心意 也有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来看 那 就是 水变酒的这个事例 约翰福音这边记载 第三日 在加利利的加拿 有娶亲的耶稣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她的门徒 也被请去复习 酒用尽了 耶稣的母亲对她说 他们没有酒了 他们没有酒了 就是期待耶稣能帮助呀 耶稣怎么回答的呢 耶稣说 妇人 没有称她为母亲 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哎呀 我们看到 接下来 她母亲的回答 你就知道 她母亲没有任何的情绪 也没有任何的挫折感 为什么 她不再是把耶稣 仅仅是从儿子的角度来看 她知道 耶稣是主 拥有大能 而且她知道 耶稣有恩典 愿意怜悯人 所以当耶稣说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时候 她的母亲后面 是这样子来回应的 她母亲对佣人说 她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因为她是从 这一位是主 她拥有大能 也拥有恩典 愿意怜悯人 所以这样的吩咐 当然后面的经文 我们就看到 这就是耶稣 在加利利行的 第一个神迹 我们所显出 耶稣的荣耀来 她的门徒就信她了 玛利亚比他们 其实信得早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 玛利亚就成为 耶稣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站在耶稣 十字架旁边的 有谁 有她的母亲 还有其他的几个妇 那这个地方 你作为母亲 看到 耶稣自己的儿子 被钉十字架 你要接受 这样的事实 我想着 作为母亲 她心如刀割 但是 她也知道 即便如此 神在这件事情上 有她的美意 我也相信 她会想起 当年曾经 有一位叫西面的人 说过的话 当年的西面 是怎么说的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 她受了圣灵的感动 又对孩子的母亲 玛利亚说 这孩子被钉 是要叫以色列人 中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你自己的心 也要被刀刺透 那个时候是 耶稣才四十天 她的父母带着去 我相信 玛利亚是一个 把神的话 神的事 放在心里 反复思想的 西面当初说的话 她也会反复思想 所以她知道 在这一件事情上 耶稣钉十字架 是要成就 神的美意 那接下去 所以 接下去 主耶稣 吩咨咨咽咨vi 马利亚和她的门徒 所爱的 我们就看到 马利亚是完全地接受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 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妇人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他 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主耶稣的安排 确实是把母亲托付给约翰 更是让已经信靠主的玛利亚 作为门徒与已经信靠主的约翰 门徒之间落实彼此相爱的吩咐 因为凡遵行我天父子义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所以更多的是来落实主耶稣的吩咐 因为接下去我们看到 圣经记载玛利亚最后一处的经文 强调的就是他作为门徒的身份 那我们来看最后的经文 记载是在使徒行传的地方 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 离耶路撒冷不远 也有安息日口走的路程 当下门徒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 进了城就上了所作的一间楼房 在那里有彼得约翰 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但是他在升天之前给门徒们赐下吩咐 让门徒们等候在耶路撒冷 要等候圣灵的降临 那耶稣升天了以后 这些门徒就照着主耶稣的吩咐 就来行了 所以除了那十一个门徒之外 特别提到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是从门徒的身份来记载 耶稣的母亲是门徒 这时候这些弟弟们 也信了耶稣基督了 他们也是门徒 所以他们同心恒切祷告 遵守神的吩咐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看到 玛利亚作为耶稣的门徒 完全顺服主的吩咐 我们从耶稣的降生 从耶稣降生以后十二天 后来十二岁 一直到耶稣侍奉 一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 整个的过程我们看到 玛利亚是顺服主的吩咐 所以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因为她彰显了神的伟大 这就是我们的中心思想 一个完全顺服神心意的母亲 就是伟大的母亲 因为她彰显神的伟大 弟兄姐妹 无论你是做母亲的 无论你是做父亲的 无论你是做儿子的 做女儿的 当我们完全顺服神的心意 我们才能 我们也就彰显 神的伟大 彰显神的荣耀 那我们来分享 应用两个部分 第一 要思想神的心意 思想神的心意 你首先要知道 所以弟兄姐妹 读经不是打卡 不是 虽然比不读要好 每天要读经 心态要对 心态要对 心态是什么呢 要寻求 神借着当天的经文 向你 向我说什么 因为圣经的话 是神的话 是生命的梁 是要来更新 我们的心思意念的 所以我们要抱着 期待明白 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借着这些话 向我们说什么 那我们就是 对的读经心态 这样子我们就不会 被自己许许多多的 好奇心就牵引了 带偏了 要思想神的心意 另外一个方面 最近我参加 木道班 他们同工开会 当时我就有感而发 有感而发 我就请每一个 参与侍奉的成员 是要带着期待的心 来侍奉 不是为了做那个 事工而已 期待什么呢 要期待在每一个 事奉的过程当中 自己的生命 能够成长 期待自己的生命 能够成长 什么是成长 成长就是 更深地认识神 更深地爱神 也更深地爱人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留意到 神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的作为 才能够留意到 神的应许 是如何来成就的 所以我们 再一次要说 侍奉本身不是目的 你以我的生命 被更新改变 那才是神的心意 我们要再一次说 万事互相效率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个益处不是别的 这个益处是要我们 效法耶稣基督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 引领人 跟随主 信靠主 因为你自己 在信靠主 跟随主 其实不仅仅是侍奉 是所有的事情 都要成为我们 生命成长的经历 因为凡事都在神的手中 要常常思想 神的心意 否则 那些事情 你可能是白白地经历了 凡事都可以成为 你我生命成长的经历 第二个 我们要顺服神的心意 前一段时间 我有一个机会 和一个母亲 有一点交流 她有两个儿子 一个儿子正在读大学 一个儿子大学 已经毕业了 两个孩子都很看重 与主的关系 也很看重 教会的群体生活 我就向她请教 她如何教养孩子 她也很谦卑地告诉我 我没有做什么 但是她提到一件事情 我非常地阿们 她说 在孩子小的时候 她对孩子说 她说 我不仅仅是一个 Asian 就是亚洲裔 或者说华裔的母亲 她说 我也是一个基督徒母亲 从她简单的一句话 你就看到 什么是在她心中 最为重要的 就表达出来了 当中每一位信主的妈妈们 你对孩子怎么说 你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呢 好的学校 好的工作 好的生活 当然这些多好 但即便拥有了这一切 最后却不认识耶稣基督 又有什么用呢 我想目标只有一个 孩子一生跟随主 爱主 也爱人 期待这就是 每一位你的心愿 也是做父亲的心愿 那我们做儿女的 我们都有母亲 我们对母亲的心愿是什么呢 前一段时间 我和我妈有一点交流 我就把我心中的一些担心 告诉我妈 我跟我妈这么说 我说妈 我说我想您需要 持续把自己的心事意念 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 要求神持续 更新自己的心事意念 要以神永恒的国度为念 而不是以看得见 世上的事情为念 唯有这样 神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医治我们的身体 我妈当然有些疾病 让我们身体恢复 在神不是难事 但神要的是我们 我们的心真正归向祂 神要的我们的心 真正归向祂 让祂来宰款 所以我跟我妈说 说妈 为了你身心灵 能够渐渐地康复 请一定 从心底 请进神 把神的国 神的心意 看得比世上的事情重要 因为世上的事 都是暂时的 都有啊 过去 唯有神的道 和属神的人 才能永远长存 我说妈 愿神开心眼 赐福您 儿子 感谢神 我妈是这么回复我的 她说 儿子 妈妈收到你的心意 母子连心 我会 一直照着 神的心意 过好每一天 你放心吧 弟兄姐妹 你对 你妈妈的心愿是什么 今天是母亲节 我们 思考讨论问题里面 有这么一个话 说 请为您健在的母亲 感恩 以及身心灵祷告 请为您孩子的母亲 感恩 以及身心灵祷告 请为您 属灵的母亲 感恩 以及身心灵祷告 请为 神放在您心中的 特别有感动的 某位母亲 感恩 以及身心灵祷告 这个时候 我请 所有做母亲的 请你们站起来 祖母的外婆的 都是一样 请站起来 包括 属灵的母亲 你虽然没有 我们说 从你胎里面生出来 但是你栽培过人的 母亲的 也请站起来 尤其提醒 如果你刚刚怀孕 那个就是生命 也请你站起来 我们请其他的人 伸出你的手来 我带领大家 为我们的母亲们 来祝福 慈爱恩典的主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在我们 每个人的生命中 赐下一位母亲 借着母亲 把你的爱传递 你是爱的源头 因为你 因着爱 创造生命 母亲的付出 都是长期的 都是无私的奉献 求你施恩在 每一个母亲身上 主啊 求你 求你赐给母亲们 数天的智慧 动得教养 孩子跟随你 行在你的道中 传承信心 成为你恩典的见证 主啊 求你感动 每一个做儿女的 常常怀着感恩的心 来孝敬母亲 成为母亲的安慰和帮助 求你带领 所有信主的儿女们 不但有关爱 母亲的实际行动 也常常为母亲的 灵魂祷告 为母亲与神的关系守望 成为母亲的祝福 成为主所使用的 恩典的管道 主啊 我们愿意 显明你的恩典 在母亲们的心中 求你赐福每一位母亲 愿你美好的旨意成就 愿你的名被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给所有的母亲掌声 母亲们 谢谢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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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